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题目给我们一个root 就给我们一个bst的binary search tree 那还有一个no叫p 那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return这个p点的前一个点 然后怎么判断它的前一个点是什么呢 是用inorder的方法去判断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returnno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题目给的例子 我们有123对吧 然后p点是1对吧 那如果我们用inorder的方法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什么 inorder是什么 left no right对吧 所以呢我们从2开始走到1 走到我们left 然后1又往左边走 是no return回来 是什么 left然后变成no对吧 然后走完之后呢 它就去走它的右边 右边也是空的 然后自然而来就回来到2 所以这题op就是2 因为1的前一个点是2 然后呢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p点是6对吧 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采过的点是6 那如果我们一直往下去判断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往左边走 因为是inorder对吧 然后走之后呢再回来到2 然后2再往右边走是空 再回来到2 又回来到3 然后3呢再往右边走来到4对吧 然后4的左边跟右边都是空的 又回来到3 3又回来到5 然后5呢又回来到6这边 然后呢6的左边跟右边都是空的对吧 然后呢所以它的inorder success就是什么 就是空的对吧 因为它的左边跟右边都没有 好那这样子了解题目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重点 重点有什么 要想一下DFS的便利对吧 如果今天是用DFS的便利的话呢 我们会有哪三种 inorder preorder还有postorder对吧 所以这边来复习一下 inorder是什么 是left no 还有right preorder呢 什么 no left right对吧 postorder呢 left right no 好 复习这三种便利的前后顺序之后呢 我们来想一下题目已经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一个binary search tree对吧 这是很关键的 因为我们可以利用binary search tree的特性来解这一题 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BSC的特性是什么呢 左小右大对吧 左边肯定会比现在当前的点还小 右边肯定会比现在当前的点还小 我们的点还大对吧 所以呢最左边呢肯定是最小的对吧 所以我们如果要由小大大去便利我们的bst的话 我们是要用什么方法 没错就是用inorder的方法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先用一个inorder的方法 快速便利我们这个图 inorder的话呢left no right对吧 所以我们从root开始我们要干嘛 left对吧 然后再left然后再left然后再left空了对吧 所以回到5这边 所以我们把什么把5写上去 然后5的右边呢也是空的 就回来到5 然后5的左边各边都便利完了对吧 所以回来到10这边 10刚便利完左边对吧 那现在变成什么no对吧 因为left no 所以呢自己的话就是10 然后呢10自己看完之后呢 他要看他右边 右边是空的 所以就回来 然后左边跟右边都看完了对吧 回来到13 13刚看完了10对吧 他刚看完他的左边 所以他现在干嘛 看自己对吧 因为left no right 所以把13写上去 那13看完自己之后呢 下一个就是要看右边 看右边之后呢 我们是要确认去什么 left no right对吧 所以还要再继续再往左边走 来到14的地方 14往左边走呢 是空的回来 然后把 回来之后呢 是自己对吧 把14写上去 14再看他的右边 是空的 就又回来 14的左边右边都看完 有return到15这边 15刚看完左边对吧 那现在要看自己 就变成什么15 然后15看右边是空的 return回来 15的左边右边都看完了 所以return回来到13 13的左边跟右边都看完了 所以return回来到什么 到16 16刚看完他的左边 他左边是13对吧 所以现在要看他自己 所以把16写上去 然后看完自己之后呢 要往右边去看 来到25 25还要再继续往左边看 因为left no right对吧 所以呢来到20 20要再继续往左边看 来到19 19往左边看呢 是个空的值对吧 所以return回来到19 19看完左边之后呢 现在要干嘛 要看自己 自己的话就把19写上去 然后19再看右边是空的 return回来到19 19的左边跟右边都看完了对吧 所以呢要return回来到20 20刚看完他的左边 所以现在要看他自己 所以把20写上去 那20再看他的右边是空的 return回来到20 20的左边跟右边都看过了对吧 所以return回来到25 25刚刚看完他的左边啊 所以现在他要干嘛 他要看他自己对吧 所以把25写上去 然后呢25看完左边之后呢 要看什么 看完自己 看完左边又看完自己之后呢 他就要往右边看对吧 右边看来到30 30看左边 是空对吧 所以return回来到他自己 所以就把30写上去 30看完了左边 也看完了他自己之后呢 要看什么 看右边对吧 所以来到32 来到32之后呢 32看他的左边 是空的 又回来看到他自己的话呢 是什么 是32 然后30的右边也是空的 这样子我们就用一个 in order的方法 便利完了BST 然后你发现排序是什么 是有小大大 对吧 50 13 14 15 16 19 20 25 30 32 所以我们知道 有小大大去便利BST BST的话呢 我们就用一个in order的方式 那有了这一个特性 知道这个点之后 我们可以干嘛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目前的点 如果是比P点大的话呢 那我们是不是右边全都不用去管他的 对吧 因为我们是用一个in order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去什么 往左边看 为什么呢 因为右边一定都会比P点还要大 所以就没有 没有必要再继续看下去 或者什么 如果我们往左边看 左边是空的话呢 那记不记得in order的方式是什么 left no right 对吧 所以如果左边是空的话呢 那我们就直接把目前的点 也就是自己return回去就好了 对吧 什么就return当前的点 就是return当前的root 或是当前的no 看你怎么去叫它 为什么 因为刚刚讲过对吧 left no right 如果左边是空的话呢 那我们直接returnno 不然的话 如果P 如果目前的点 比P点还小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 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往右边看 对吧 所以我们就去往右边看 这样子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会就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点 好 如果这样子还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 我们随便找一个点 我们来找 20好了 20的话呢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如果用肉眼看 然后很快去看一下 我目前如果点是在20 表示什么 他已经看完持久了 对吧 然后他来到20 然后又看了左边 左边是空的 所以return到25 所以25是他的什么 successor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以20来 当做我们的P点 然后来 把我们的思路带进去 什么一开始是root 对吧 所以我们的no是什么 我们的no是16 然后P点是什么 是20对吧 我们看哦 16 有比20还大 没有对吧 说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往右边去看 从右边去看之后 我们来到哪里 来到25对吧 所以no现在是25 然后呢 P点呢 是什么 是20 然后呢 25 目前的点 对吧 有没有比20还大 有对吧 所以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往左边去看 对吧 因为再往右边下去的话 你都一样会比我们的P点 还要大 所以就不用再去往下去看 就直接往左边去看 往左边去看之后 我们来到哪里 我们来到no 等于什么 等于20 P点呢 也等于20 20有没有大于20 没有对吧 所以我们往右边去看 发现什么 是个no对吧 所以我们return回来 然后呢 因为什么 20的左边跟右边都看过了 对吧 所以我们return回来到 25这边 然后我们发现什么 25就是我们 要的 successor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第二个例子 我们第二个来找 P点是13好了 然后呢 我们一开始有什么 我们的 no是16 对吧 然后呢 P点是13 16有没有比13大 有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什么 省去这左半部 所有的东西 对吧 因为 再往右的话 也肯定都比13还大 所以我们要往左边去看 这边看我们来到13 所以no等于13 P也等于13 那13有没有大于13 没有对吧 所以我们要干嘛 往右边去看 那我来到了15 然后呢 P点呢 是什么 一样是13 对吧 15有没有比13大 有对吧 所以我们干嘛 往左边去看 对吧 来到14的地方 no等于14 P等于13 14 有没有比13还大 有对吧 所以往左边去看 但往左边去看的时候 发现什么 14的左边是空的 对吧 所以表示是什么 left no right 所以左边是空的话 我们就直接什么 return我们的14 就好了 对吧 因为 左边空的话 下一个点就是14吧 所以就return14 所以呢 P点 13的successor 就是什么 就是14 对吧 好 知道这样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思路 把它用code写出来 我们先写一个什么 一样写一个solution 然后呢 我们有题目是给个root 然后data structure是treenode 然后还有个p点 一样也是treenode 然后它return的方式呢 也是一个treenode 好 那我们马上来写我们的小帮手 df 我们有个什么helper 然后呢 把里面有no 还有个p点 所以那样best case if not no 我干嘛 我就直接return什么 return就好了 不然的话我们要看一下 如果 当前的no 的value 是比什么 p点还大的话呢 那我要干嘛 就往左边去看 对吧 所以我就return什么 return helper 然后呢 这边就可以写 no 打left 那把p点放进去 但是如果什么 不要忘记 如果左边是空的话呢 如果当前你的左边是空的话呢 那我们就直接return no 对吧 所以这边就写over no 不然的话呢 我就一样 干嘛 去往右边去看 对吧 p写出来 好 那这样子之后呢 小帮手差不多写完了 最后我们只要return什么 return我们的helper 然后把我们的rule 跟p点放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讲一下time complexity 好了 很明显对吧 我们会便利 每一个点 所以time complexity 肯定是什么 of n对吧 然后n就是 这个tree呢 有多少个点 那如果 它是很balance的tree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什么 log n对吧 因为它是bst 然后这是一个tc 然后space complexity呢 也很明显对吧 因为有recursive code 所以有code stack 所以就是一样是of n 这是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我们现在马上把刚才的code 和速度把它打上去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要一个小帮手 对吧 然后rule 然后这边叫no好了 no 然后还有p点 然后呢 base case是 if no 如果no是空的话呢 我们直接return 不然的话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看我们目前的no 是不是比我们p点还大 如果是的话呢 右边可以全部省略 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 说什么了 我们就可以 把helper叫出来 然后直接去看左边 我们一直打root 把no.left 然后p点放进去 那如果 左边是空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什么 return我们的no 对吧 因为inorder的 规则是left node right 所以如果left 是空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直接干嘛 直接把no拿出来 不然的话呢 我们要干嘛 我就是要往右边去看 对吧 所以放右边 然后这样子 这样就做好了 然后呢 直接return什么 return我的helper 然后把root放进去 然后把p放进去 好把这call送出去之后呢 accepted没有问题 好这时候问题来了 面试官说 那你现在的time complexity 跟space complexity 都是什么of n对吧 那你能不能用 constant的space呢 来解这一题呢 那这时候你就要说什么 of course对吧 你可以对吧 因为我们都有在练习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用同样的思路 可是是用一个 iterative的方式 来解这一题 所以一样先把什么 现在是 iterative的话 一个回圈方式 我们就先把一个答案 定义出来 然后是no 然后我们去便利它 一样我们 一开始从root开始 对吧 然后我们去比较说 如果root的值呢 是比什么 是比p点还大的话呢 那我们要干嘛 我们去往左边看对吧 往左边看的时候 记得什么 避免左边是空的话呢 我们要把什么 我们的答案呢 是等于我们的root 等于root之后呢 root就等于什么 左边对吧 root打left 不然的话呢 我们干嘛 root就等于什么 不然的话 我们就往右边去看对吧 所以root打right 好这样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干嘛 return我们的answer 好送出去呢 一样是没有问题 然后这样子呢 我们就怎样 把我们的空间复杂度呢 变成constant 好那这一题就讲到这边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观念题 如果了解BST的观念的话呢 跟DFS in order的规则的话呢 那这一题应该是不难去解 那每个礼拜三 跟每个礼拜日 美国西战时期间的晚上10点 我一定是上传我自己复习的影片 如果这影片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别忘记按赞订阅 还有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Peace